大家好,这个手工梗断更五个月 今天就出来必要 不是因为赚的太多才不更新 曾经就说不能再挣更多了 反正10月21日 手工梗发文就说退网 他这个传闻就讲我没有退网 这段时间做了一些东西 只是感觉就是说不怎么好吧 没有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没有发视频啊 就是说更不是啊 不是因为赚的太多才不更啊 大家不要乱说啊 现在就是去村里超市买东西 老板都不给我磨灵了 我会尽快更新的啊 反正手工梗 自5月21号更新视频之后啊 至今已经有五个月没有更新了啊 他在就是社交平摊上 就是最后一条视频吧 是一个多功能的工作台啊 不少网友怀疑啊 已经就说退网啊 之前吧 在接受采访时 手工梗呢 曾说自己挣到驾驭不了的这个钱啊 手工梗就是表示 我不带货一个月 就是接一个广告 已经是极限啊 挣到了驾驭不了的钱 要控制自己挣钱啊 不能再挣更多了啊 目前手工梗呢 他这个微博粉丝量是300多万啊 抖音粉丝量是800多万 B站粉丝量是700多万啊 快手粉丝是500多万啊 这么多啊 手工梗呢 就是属于是八万年生人吧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北人啊 在爆红之前啊 是一个农民共啊 修管道的他呢 最常做的工作啊 因为就是说 利用自己的电焊技术啊 以及就是说 在生活中的各种材料吧 进行这种无理途的发明走路啊 其中发明的这个 彩刀手机壳啊 就是 反正虽然就是说 无实用价值吧 却深受粉丝们的喜欢啊 被网友称之为 保定IT生啊 这么个称号吧 从13年8月份啊 他曾经在微博上 就是问自己啊 马上要到儿立之年了 还能改变人生吗 反正 这个小伙子一直就是说 想出不同的点子吧 但在生活中呢 非常枯燥啊 远离他像漂泊这种 漂泊感 非常孤独啊 接受采访时呢 就是说 他就是回望啊 以前打工的生活 就是说啊 看到这些繁华的街道呢 美丽的景色 就是感觉不属于他啊 也没有自己的亲人啊 反正在17年29岁的他呢 辞去了工作 准备自己尝试 制作一些东西啊 正是他 就是这个操作吧 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啊 他快速发了第一个视频啊 拍的他用这种管钱啊 还有罗姆啊 反正制作了一阵蚂蚱啊 反正就是说 这个视频三天获得了70万的播放量啊 18年啊 他又就是 反正上了热搜吧啊 不管是 同年呢 就是说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吧 19年啊 登上了这个 一个 百大UP主吧 走空之后呢 也上过央视啊 甚至 接受过这种 还有名的采访吧啊 反正都说 就是说 这个 平台流水网红 是光红 也算是 打破了这条 网红 这种印象啊 从17年 之间呢 已经就是说 走红了将近7年的时间 可以说他凭 实力 爆火啊 正因为就是说 不带火 坚持创作这条路啊 让他 红到现在吧 反正很多人吧 在火之后 哪会选择 直播单货 变线这条路啊 反正 之前啊 网红手工工 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是说啊 已经 挣到了 所驾驭不了的 那些钱了 这个人与人之间 又没法比嘛 感谢大家收看吧 拜拜 拜拜